在北京或者在中国 就是举行动物会 这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上 最不正确的就是 最不合适的一个地方 因为中国政府 全世界现在都在看还知道 中国政府正在 镇压和灭绝 维吾尔人 维吾尔族哈萨哥族等其他 民族在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对我们来说是 东西就决施战 就美国 克兰等几个国家 已经承认 中国对维吾尔人 所用的是 国家恐怖种族灭绝 就是反人力罪 德国政府他也承认 中国对维吾尔人使用的事 就是反人力罪 现在大概我们的 我们的认为 我们的看法是 大概有500万到700万的维吾尔人 你们好 怎么回事 听得到吗 可以继续 在各种各样的集中营 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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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镇压他们 在 在 强迫他们 就是 呃 为 汉 为什么说 为汉化 同化 就这样吧 我们也大概可以说 大概 有 100万 多维吾尔人 或者是200万人 已经已经被屠杀 已经被屠杀 暗杀 谋杀 用中国政府 2005年 中国政府就开始 就是 避免 维吾尔人用他的语言 用他的宗教方式 就是来用维吾尔语言来 就是 在一般的 学校 政府 或者 机构里面用这种语言 当时他就是 大规模的开始 就是 镇压了 其实这个 1949年开始 中国政府 没有放过 对于维吾尔人的 镇压和 屠杀和暗杀 谋杀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 政策 一直 限制到了 现在 重要的是 以前的 五年 过去的五年 从 2016年 开始 从2014年 开始 他就是 公开的 大规模的 来抓 杀 就是 维吾尔人 和种族灭绝 就这种 这一个国家来说 你还要 你还要 像举办 冬欧会 这 这 冬欧会是一个 世界一个 和平的象征 是一个 这么说 是一个 世界性的一种 舞台 让这种国家 我们也知道 他在 1997年 到香港 恢复中国以后 他说 一国两制 50年不变 但是 23年以后 就是 去年 中国政府 他就是 没有 没有 战争 他的 他的那种 中国 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 这种政策 还是 现在 不是一国两制 现在已经是 一国一制了 他把 上面 江教授也说了 就是 中国政府 已经把 香港 香港的政策 一国两制 变成了 国安法 香港 香港 香港人民 现在他们也 就是已经 丢去了 他们的 自由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 还 对台湾的 镇压 还没有放弃 他说 如果台湾 哪一天 他如果独立的话 他会攻击台湾 就是 这不是 维吾人 也是 提波特人 蒙古人 哈萨克人 很多很多民族在中国 他们正在 受到 正在 受到 中国政府的 打压 政策 和种族 灭绝 政策 也有很多 提波特人 已经 失去了 他们的生命 现在 维吾尔人的 维吾尔人的 处境是 最惨的 一个处境 因为 中等年纪的 维吾尔人 75%到85% 全都已经 抓住去的 就是 说是 从 23 4岁到 37 8岁的 这个程度 这种 在这个 年纪的人 75% 85% 的人 全都已经 抓走了 因为 他想 把维吾尔人 种族灭绝掉 因为 维吾尔人 在这个 70年之内 已经 一步一步的 看到了 中国政府 对他的 政策 对他的 种族灭绝 政策 维吾尔人 已经 早就已经 在他的心中 已经就是 建立了 他的独立 独立建国的 愿望 他的希望 因为 他们生活不了 跟中国政府 维吾尔人 其实是一个 很和平的 一个 一个善良的 一个民族 不过 中国政府 在中国之内 宣传成 维吾尔人 是一个 野蛮的 一种 这么说 一个犯法的 极端的 这种民族 其实在 他已经宣传了 最后 他宣传了 20年 30年以后 也有 好多中国人 他 他以为 中国 维吾尔人 是一个 就是野蛮的 也是这种 这么说 极端的民族 其实根本就不是 维吾尔人 是一个 很善良的民族 他们根本就 不极端 他们是跟 其他的民族 一样 也有 很长时间的文化 维吾尔人 现在的 唯一的要求 他唯一的愿望 就是离开 全部的脱开 中国 离开中国 建立他自己的国家 维吾尔共和国 或者东托吉斯坦 这是现在 维吾尔人的愿望 和他们的希望 我呢 对于这个 这本书 就是 Frao Alexandra Carvillus 他所写的一本书 就是 这是他的 德文原本 德文本 他 如果 我们想把这本书 在台湾 出版 他汉语 就是 用汉语出版 成在台湾语 在台湾 对 每一个台湾人 每一个中国人 应该 一定要读这本书 这只是一个 这个一个 一个女婿 她所说的 她经过的经历 在中国 就是 关押的这位女婿 所说的 她经过的一切事情 这是一般人 不能承担的这种 打压和这种 这么野蛮性的这种 恶性的这种 镇压方式 中国政府 他中国政府 正在使用这种方式来 种族灭压好几个民族 维吾尔人 提波特人 蒙古人等等 中国政府 这个 作家 第一次 她也写过这本书 这是对 瑞比亚女士 她所写的 这是她的第二本 现在我们在 有很多 就是证人 有很多证人 也在美国 在欧洲 他们 比如说 特斯纳伊 米克里格尔 Zumrat 卡尔布尔斯 等 等等 他们都是 从集中营 出来的 其中一个 卡尔布尔斯 这个女士 是在集中营 当过老师的 他们的 他们所做的 证据 所公开的证据 一个比一个重要 全世界人们想 认识中国政府 想知道中国政府 跟维吾尔人 跟哈萨克人 搞什么的话 他们必须要听一下 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的 他们的证词 他们的证言 如果 不管哪个人 如果也听到了 看到了这些的话 他肯定不会 就是愿意 或者赞助 在中国 在中国的北京 在建立一个 就是 要公开 做一个 北京动物会 我们必须要抵制 在中国北京 就是 举办 北京动物会 因为北京 全世界都知道 也就是 北京大学生运动 六四运动 大规模 镇压 屠杀的一个地方 北京 是个一个 它是一个首都 它是正好 这个首都 镇压 恐怖 就是 用恐怖主义活动 用国家 恐怖主义方法 种族灭绝 维吾尔的地方 这种 这种城市 根本就不允许 这种国家 根本就不允许 就是 能 把 北京动物会 开幕在它的 里面